光兵设放诸空圣 他得的发门 是不动本处 扑心世界邪徒们 本处是什么 是这样的真如自信 是说的 鲁鲁不动 就是讲自信本具的定会 定是福 会是智 并是王 就是度众生 这是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 祝福福萨 他们生命的意义 就是广度众生 与一切众生 活光通称 修行 是修给众生看的 真修 他有时效 让众生 明显的 看出来 命运 转了 了凡私讯里面讲个 改造命运 诸位想想 这个世间人 哪一个不关怀自己的命运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 不管是信宗教 不信宗教 恒古以来 没有一个众生 不关心自己的 生命 不关心自己的命运 一切众生 都有这个念头 改造命运 他不知道怎么改法了 觉悟的人知道 这就改了 你就改不了了 所以 复为一切众生 展现出一个觉悟的样子 那就是修行 辨识法 在一切时 一切处 面对一切众生 展现一个修行的榜样 因为能够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修正错误的想法 看法 看法 做法 得到圆满的果报 复会圆满 这个是四处四金 第一等的死亿 究竟圆满的善行 是佛行 是菩萨行 佛菩萨的生活 我们选择了 这个行业 选择了 这种修行的法门 这是无量借来 稀有的音乐 自己要明白 自己真的明白了 自己才充满了信心 信自己 信 信老师 信道德 这个道 佛菩萨 佛菩萨 所传之道 我们真信 依照这个道修行 成就无量无边的德能 修道是音 德是果报 德能是果报 这个经典上常年相 后期来讲德相 德相是果报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世间人 看相算命 都常讲 相随意心转 这个相 要广义的说 不但我们身相 越转越好啊 佛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人看人爱 人看人欢喜 佛已向好 摄受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 见了佛 舍不得离开他 听他教诲呀 是摄受众生的一种手段 不是自受用 要有自受用 他还有某见 某像 没有 完全没有 诸佛菩萨所实现的 全是他受用 没有自受用 我们初学的凡夫 我执没破 我见没断 念念当中 还有自己 这个不要紧 只要你决 为什么呢 破我向我执 那是上一层的功夫 试出时间的学问 总是要从基础上 下手啊 所以今天纵然还有我见我下呢 没关系 只要认真肯学 肯许求决 这个我知我像啊 决定是随着时间 而降温 不知不觉当中 潜移笑容 不需要去 刻意去断了 自自然然就没有了 到几时 你自己感觉的没有了 你的悟性就大开了 教下讲大开元解 中文讲大车大悟 这个时候 利益众生 那是肯定的 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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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肯定的